我们的汽车咖啡馆节目呢 很久没有聊到 Mazda 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Mazda 因为最近呢我们根据一些独家消息啦 指出就是这个 CS60 大家期待很久的这个 CS60 呢 将会在最近与马来西亚市场开放预定 我个人预测应该在 9 月 10 月左右啦 那么这一款 S9 是 Mazda 步入这个豪华领域的第一款作品 那么我个人其实对这款车也是很有兴趣一下的 当然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关于这一款车的影片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复习一下看看这一款车有什么特别的点啦 那么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那么首先呢我要讲到这款车就是它的车身尺码部分 大家都会知道吗 Mazda 的车款一直以来都是这个空间偏销 所以这一次在 CS60 的部分呢 他们再一次把这个车身尺码拉大 所以我相信它的内部空间表现应该会不错的 首先呢它的车身长度就长达 4740mm 这个已经接近了 D-Segment SUV 的尺码 另外呢它的轴距也很大 它的轴距达到了 2870mm 这个是目前我所知道除了 CS9 跟 CS8 之外呢 Mazda 车款里面 轴距最长的 SUV 所以这款车的内部空间表现我个人还是会有一点期待的 那么在外观设计的部分呢 其实它还是延续了这个 Mazda 一贯以来的这个魂动设计风格 这一次的设计风格变为更为典雅一些 所以我觉得其实所有的豪华品牌呢 在这个外观设计呢就不应该追求太过夸张的线条 我们可以看一下像是这个 BMW X3 或者 Mercedes GLC 这种同价位的豪华 XUV 呢 基本上呢 它的这个车身设计都不会太过于夸张 所以我觉得这个 CS9 采用这样的设计风格 其实我觉得还是不错一下的 如果满分10分的话 这个外观设计我会打8分 你会打多少分呢 那么在内装设计的部分呢 我听到很多朋友讲就是它的内装设计好像跟之前的 Mazda 车款没有太大的差别 可是呢它在细节的部分呢 我觉得进行提升是蛮多的 尤其是它的数位化仪表 全数位化仪表加高清显示屏 这个显示效果就让了很震撼 另外呢它还有这个抬头显示器等等 然后在中控台上面呢 一切的材质都是软质皮革或者是脊皮组成的 就是给你一个妥妥的豪华氛围 另外呢它的出屏主机里有个功能我觉得很赞 我相信呢大家应该都会有一个跟我一样的这个情况啦 就是你坐进一台新的车里面 你要调整你的驾驶坐姿是会有点难度的 在这个CS60的部分呢有个很特别的功能 只要你输入你的身高 它就会把你调整到一个比较适合你的乘坐坐姿 这一点我觉得还让我蛮wow 一下的 当然呢还有一点改进就是我觉得 这个 Mazda 的朋友应该都会赞同的 就是这一次呢这个 Mazda 的出屏主机 你可以选择开关 因为在新一代的车型上面它是不支援出屏的 你只可以通过那个控制旋鸟来控制 可是在新一代的 Mazda 就是从这个CS60开始呢 这一个出屏主机你可以选择关闭或者开启 也就是讲出屏成为的可能 这样子对于整体的使用便利度来讲 还是蛮方便一下的 当然除此之外呢 这台车也配备了 i-AXXS的先进主动安全配备 同样的是有 Level 2 的水准啦 像是这个主动式的定速巡航车道维持系统等等等等 你都可以在这个车子上面看到 而且这台车的安全评级大家也不用放心 Mazda 车款基本上就没有不安全的 引擎的部分是目前唯一我还没有收到风的地方 尤其是目前CS60在国际版本有很多种引擎配置 包括了这个2.5L 的自然进气引擎 2.5L 的涡轮增压引擎 2.5L 的插电式混合动引擎 3.3L 的汽油涡轮增压引擎 还有这个3.3L 的柴油涡轮增压引擎 哪些版本会引进哪一个版本我暂时不知道 但是我个人猜测呢 这个2.5L 的自然进气引擎 还有2.5L 的插电式混合动力引擎的 这个可能性会比较大 因为大家知道如果在马来西亚里买车的话 这个车子的排气量越大 它的这一个路数也会越高啦 所以我相信Beromax Auto 可能会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它只引进这个2.5L 的版本 不过呢这个2.5L 的版本呢 如果是它的插电式混合动力版本 马力也突破了300HP 对于这台SUV来讲我觉得是相当足够了 对啊我知道大家应该会提醒我有一点我没有讲到 这个CS60是采用这个Mazda 全新的后轮驱动平台打造 虽然讲它支援 AWD 但是它的这个传动主要是以后轮为主 所以它的操控表现会比起现在等所有Mazda 车款更出色 当然我们也知道Mazda 始终还是Mazda 如果它的价格直接去到跟那个X3 还有GLC 一样的 level 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会选择德国品牌啦 所以目前在马来西亚呢这个CS60的价位就是一个大家都很期待的东西 我个人觉得这款车应该会从20万马币起跳 它的价格不能set太高也不能set太低 如果是20万起跳的话你觉得这款车会不会有竞争力呢 欢迎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们知道啦 那么记得根据我们的消息之处呢 它最快会在9月尾或者在10月尾的时候开放预定 所以如果这个消息不准的话你们就不要怪我啦 当然你们想知道更多详情也可以去跟这个Mazda 的这个销售员询问一下啦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关于CS60的影片啦 那么CS60你期不期待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们一起讨论 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 拜拜